模拟舱内机师教官彼此位置尽共处接触频繁 知情人士也透露 当时确诊飞行教官和案153模拟舱机型就是A350 前面两个座位坐学员两个教官坐后头 虽然前后隔开但彼此距离也只有一公尺 但指挥中心订发并前两天是可传染期 刚好模拟训练是在28号晚上11点结束 差一小时被漏框 现在目前为止先拉长成三天 不过这我们要提交到专家会议小组里面在做确诊 观察期眼里放宽 怕还有类似个案 因为确诊的飞行教官模拟驾驶舱内有4人 两教官两学员 加上确诊教官5月4号发病前 2到4号连三天参加模拟机训练 让大批机师学员刷雷蛋 4月18号已经接触的时候 那可能是针对153相对的接触 那1183在5月2号5月3号5月4号 都有到这个到公司去做这个模拟机的训练 那相关所接触的学员 我们现在都在匡列中 总名是6名嘛 目前匡列的恐怕还有漏网之余 因为有机师透露 曾经跟1184飞行教官一起上过课 自己却没被匡列 而且人已经飞到美国 指挥中心有掌握吗 他那个身份都有可能 因为他全天都在排嘛 那基本上我们在还要同组的 或同组前后有可能有接触到的 那依据他接触的情绪不同 做不同的一个匡列了 模拟舱飞行训练 每班通常会超过10人 模拟机狭小又密闭 比正常机舱都一到两人 教学操作可能接触彼此 外界认为学生应该全部招回裁检 指挥中心防漏还要继续匡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